随着青年鸟鸟升起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艾草香 这是桃园高原社区最熟悉的气味 早期以耐旱的茶作为主要作物 但因大环境不佳 竞争力不足 转而以艾草作为社区产业的主角 因为艾草我们定调的是客家民族植物 因为早期艾草我们就像要去参加丧事 要去医院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都会讲 那个门口有一颗艾草采一些袋在身上 它可以避邪 透过农村再生计划 利用气作的方式 找到20位农民配合 净化土质 营造安全无毒的环境来种植艾草 标榜着无毒 无浓药 当然土地也要干净 我们不能有污染的中金属污染 或者是一般的发泄污染那些东西 种出来的东西 对我们人体绝对是有害羞的 社区也活用艾草开发多样产品 特制的艾草条便是经由多天的曝晒 打成艾草碎末 利用自制的机具手工卷出 而这些富有巧思的产品都来自于一群透过多元就业开发方案所聘请的社区居民 但是我们也是社区的居民 所以说因为下我们这种年纪等于说要去外面找 别的工作也比较不好 所以社区也是提供我们一个工作的机会 希望在未来能朝社会企业的模式发展 发挥药草界的玉钻石功效 帮助更多在地的民众